接下来关心高球的消息 仰德TPC锦标赛 10月8号就要在领口球场点燃战火了 而国国的旅美好手潘正聪也将会参赛 他面对转职业之后的第二场亚群赛 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积分 要力拼里约奥运的参赛门票 这个星期10月8号 仰德TPC锦标赛将在领口球场开打 今年共有24个国家 144位选手要一针高下 创下赛史最多国家参赛记录 台湾旅美好手潘正聪这次也没缺席 他刚已并列12名结束三双名人赛 立即投入转职业后的第二场亚群赛 为了争取里约奥运参赛资格 还要再冲高积分 第二场比赛 当然就希望能在台湾适应的更好 因为在球场方面还有气候方面 下礼拜也没有适应的 没有想象中好 所以希望这礼拜可以适应的比较好 然后发挥出更好 因为我以前打过球场很多次了 所以也蛮熟悉的 现在最主要就是在国陵方面要更加加强 新生代好手背出让仰德赛更竞争 资深台湾一哥林文堂倒是乐观看待 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我们这几个有奥运储备的一些选手 不管是谁 把这场冠军留下来台湾 当然对我们台湾 要进军明年的奥运就相当有机会 新秀 中生代 还有外籍老将将一同比拼球技 让总奖金高达台币 1600万元的仰德赛更有看头 众多好手也已经摩拳擦掌 准备在林口球场带给球迷精彩的 高尔夫球饗宴 雨电TV吴嘉佑 许新元台北报道